Hello 各位迫伯瑞老闆 我是白鑫車子見 今次我想跟大家說一說 我們怎樣可以領先同行 以及可以令到客戶有一個很大原因 是光顧我們 Hello 你好 我是白鑫車子見 我是一位銷售演講家和一個培訓師 在亞洲現在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和地區 教很多朋友和創業家 如何做生意和如何將業識提升 有時候我會見到很多的創業家和做生意朋友 他們很在意對方在做什麼 做這個做這個做這個 他們就會避了這個 你會發覺如果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用很多時間和花很多精力 你會研究別人怎樣做 留得不夠多時間給自己 你有沒有試過跌落到這個陷阱 在另一方面看你可以怎樣做 我來說我怎樣做很簡單 我不是太理會我的同行做什麼 但我做一個公開講家 或者我做一個訓練或者教練 其實其他人是怎樣做的 其實我反而不想參考太多 因為為什麼 你有沒有試過當你參考很多模特兒的時候 或者不同的做生意模式 你會有傾向就是 你嘗試學習別人某一件事 又或者你既然這樣做 你嘗試做他好一點點 好他一點點 你希望就是因為他好他一點點 或者是好他一點點 或者某一個的百分比的時候 那些客戶會幫你 你有沒有試過這樣 或是你會試過 我相信亦都很正常 但反過來是這樣想的 你究竟你怎樣可以 真正地幫助你的客戶 你的受眾可以用了你的產品 或者服務之後 可以提升他的生活質素 是怎樣做法 有什麼方法都可以做 這樣做法有好處就是 你的目標已經不是放在對手裡 而你的目標放在哪裡 你的集中力現在在你的用戶裡 你會看到分別在哪裡 所以為什麼我永遠都不會 你的同行做什麼 我想要知道我怎樣可以幫到受眾 我怎樣把我這個訊息給他聽過之後 可以令到他這裡有所提升和有所啟發 我並不會理會你旁邊的同行做法 我會將我100%的專注 將我所有的集中力 將我所有的資源 令到我很了解我面前這一群的受眾 究竟他有什麼同處 究竟他有什麼筆案 究竟有什麼卡住 是令到他不可以由這裡去這裡的 我要幫他解決你的問題 慢慢你會發覺你的品牌 就會跟其他的對手 有一個截然不同的分別 為什麼 因為你的集中力是在他那裡 而不是在你的對手那裡 就要用這個心態 放在你的研發 在你的產品研發 在你的服務研發那裡 你慢慢慢慢 你是不用憂慮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客人也是人 客人就會感覺到究竟 你一個人 你在公司所做的事是否有心 究竟他只是想賺錢 還是想幫我 而你的品牌就會變成一個 是別人感受到你很真正 想做生意的那個品牌 一個很有心的品牌 這個就是我們作為一個big boss 或者作為一個團隊領袖 或者老闆 是應該有一個態度 OK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記住去追蹤我們的YouTube Brown Charm Motivation 你去到訂閱 記住 按鈴鐺 按鈴鐺 當我們一有新片 你就會知道 到時你不會浪費 或者不會錯過我們這段影片 OK 我們下一次big boss 加油 去送機 現在在KL機場那裏 為何今次過來呢 就是因為現在我們在成曉路 我們教很多朋友 如何做生意 如何是令到生意再做 可以做得大些 這就是現在我們的使命 所以我們去到不同的地方 是教了很多學生 如何令到生意再 可以scale up 不單止一定是做這個本地 可不可以做到一個國際性的生意 好了 我也是因為這樣 我想怎樣鼓勵那些學員 就是當他們的生意做得好些時候 當他們的年收到八位數字 我就會請他們有獎賞 什麼獎賞呢 現在就在這裏了 我就會邀請我的 做得非常有成績的學員 是和我一起搭這架 PowerJet的 所以如果你都是想是 做一些生意 有機會和我一起坐PowerJet的 記住 給心機